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節的天氣報告 我是楊偉龍 一股偏南氣流今天影響著我們 在維港網出去見到 今天的天氣都是以多雲為主 只是短暫時間看到一些陽光而已 在大範圍衛星雲圖也可以看到 一度雲帶今天是覆蓋著廣東沿岸地區 雷達圖像顯示 一些雨區今天也不時影響到我們 至於氣溫方面 下午各區的最高氣溫 是介乎在29至32度之間 我們預計偏南氣流會在未來幾天 繼續影響著我們 廣東沿岸地區的天氣會是炎熱 以及有趙雨 而去到本州的中期 隨著高空反氣水源增強 中國東南部的天色就會好轉 詳細的天氣預測會是這樣的 會是大致多雲 有幾陣趙雨 局部地區有雷暴 明天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 氣溫介乎在27至32度 吹和緩的偏南風 我們展望在隨後的兩三天 會是部份時間有陽光和炎熱 亦都有幾陣的趙雨 今節的天氣就說到此為止 再見